大家好,我是冷眼,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特币投资区块链数据不相关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一个2020年12月20号星期天 那么晚上的一个10点钟 那么目前比特币价格在一个23,578美金的一个位置 好,我们先做一个复盘 那么昨天比特币是在这个位置冲破了一波的一个 一波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走完了这一波的一个趋势 其实在这个位置已经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区间 在这个两个小时的线可以判断出来 在这个线快速出现了一波的一个 突破一个DIF的线 所以说这个波的趋势是在这上涨的空间是可以看到 所以说昨天我们在我们的社群里面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多大的一个选择 多大的一个选择 那也是顺利的拿到了这一波的一个利润 利润 我实际上跟啊 我跟大家讲啊 其实这个啊 这个线就很好看啊 我们可以去先来学习一下啊 这个 这个 MCD的一个意义啊 其实MCD的一个意义就是啊 反映了一个啊 上啊在一个某一段时间内啊 比特币啊 将要啊上涨或者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它有个动红指标啊 在这个MCD里面 如果是这个啊 我们这个我们就啊 如果是小白的话 我们就光光单纯的看这两条线嘛 如果是绿色的线啊 绿色的线啊 这条绿色的线啊 绿色的线跌破啊 这个红色的线就是一个下降的一个通号 那么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啊 卖出的一个信号 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卖出的一个信号啊 当啊绿色的线穿破这个红色的线 就是一个卖出的一个信号 如果啊 你在这个红色的线卖出的话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卖出啊 在这个位置卖出的话 那么下面这里啊 在这个位置卖出 在这个23,300多美金卖出 卖出之后啊 那么下跌到了22,000多 对不对 下跌了差不多22,500美金 对不对 下跌了800美金啊 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卖出的话 到这个位置止盈啊 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这就可以止盈明白吗 绿色的线啊 当绿色的线穿破啊 穿破这个红色的线上方的话 就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卖出的一个信号啊 卖出的一个啊 买入了一个信号啊 在这个位置就是买入了一个信号啊 相反 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做多的一个信号啊 当绿色的线穿破这个红色的线 就是一个做多的一个信号啊 当绿色的线穿破这个红色的线 就是一个看空的一个信号 就是一个做空的一个机会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现货的话 在这个位置卖出 说说这个MCD的意义 就是表现在这个位置 表现在这个位置 你看现在的话 比特币在这一波的下跌之后 它是这个绿色的线 穿破了这个红色的线 看到没有 在这个位置 那么它是在这个位置 就表现出一个卖出的一个信号 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两万四千多美金 两万四千两百美金 位置在这个位置卖出的话 那么这一波 你有可能 你在这个位置 你在这个位置 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卖出 然后现在还没有 还是继续卖出 如果挡绿色的线 穿破这个红色的线 马上进行一个买入 马上进行一个买入 说说它的动能指标 就变现了这样的一个意义 表现为这样的一个意义 说说大家能够学会 这个MCD的话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当你学会这个指标的话 那你们就可以 学会很多的一个动能指标 可以判断的 对比特币的一个趋势 进行一个判断 包括很多个币种 都可以进行一个判断 还有一个买入买出的一个信号 买入和卖出的一个信号 都可以表现得出来 表现得出来 所以说你们在观看这个视频的同时 一定要学会 怎么去看这个视频 冷眼讲的每一个指标 它里面表示的什么意义 如果这样的指标 你都还搞不懂的话 那你看的视频 要多看几遍 你才能够理解 这样的一个视频里面的一个内容 还有说说的每一个具体的一个细节 那么才能够帮助你在这个市场当中 获取更多的一个买入卖出的一个信号 那么我们多个指标综合起来 判断出一个买入或者卖出的一个信号 或者一个具体的点位 都是从整个盘面进行一个判断的 那么从今以后 我每天跟大家讲一个指标 大家每天来复习这个指标 是怎么样的一个学习 这个指标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判断 怎么使用这个指标 那么今天我讲这个MSAD 大家应该有所掌握 当绿色的线穿破这个红色的线之后 表现为一个卖出的一个信号 当绿色的线穿破这个红色的线之后 表现为一个买入的一个信号 或者是一个做多的一个信号 所以说今天你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还有这个归零招的意义 就是它如果在这个 这条是零招看到没有 这条是零招 如果它这个线 这两条线在零轴路上的话 表现它的能量是还比较充足的 能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如果在这个零轴路上的话 表现它的动能 标准可能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下跌过程当中 说说你没有理解 这整个一个MSAD的一个使用的意义 好回归我们的一个旁边的一个分析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卖出的一个信号 卖出的信号对不对 但是我们从 从这个LSID的一个意义里面可以看出来 它目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重要的 准备如果是接近30以上的话 在接近这样的位置就更加要买入了 对不对 那目前的话 整个行星呢 它从我们那个物名 从我们那个动能指标来看的话 它的动能在减右 在减右 看到没有 它动能在 这个负的345的一个位置 所以它动能表现为一个负的一个指标 负的一个指标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四个小时的线来 看一下 那么如果比特币 它能够低迫这个零轴之下的话 零轴之下它有 那会回调到两万三千美金的一个高度的 两万三千美金 我们看一下四个小时 那么四个小时的线的话 它也是 你看 绿色的线穿过这个位置 一个重要的一个卖出的一个信号 在这个位置 我们刚才也讲了 讲了这个 讲了这个 四个小时的线 在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卖出的一个信号 看到没有 它的能量在这个零轴之下 对不对 它能量在不断递减的一个过程当中 递减的一个过程当中 而且这个不能带的开口 逐渐的进行一个缩小的一个状态 你看到没有 四个小时的一个不能带轨 进行一个缩小压缩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它准备要进行一波的一个变盘 变盘 所以大家一定要判断好这样的一个趋势 这样的趋势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变盘信号 那么它目前还在这个不能带上轨的位置 不能带中上方的一个位置进行高位的一个横盘 进行一个反复的这个状态 所以说它会继续的进行一个拉伸 拉伸 可能会拉伸更高的一个位置 更高的一个位置 更高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判断 判断 那么它短期的回调 冷眼也说到了 昨天在这个视频里面也是说到了 如果在这个位置进行一波的回撤之后 就可以进行一个多大一个选择 那么它是最低的位置 是回调到23,000美金的一个高度的 23,000美金的一个高度 所以说更正冷眼的一个策略的话 就 更正冷眼的一个策略就没有什么一个问题 昨天我也是跟大家说到 反正一定要等到回撤之后 再进行一个多大的一个选择 昨天我在视频里面 也是明确跟大家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学到这个东西之后 这个动能指标之后 四个小时 虽然它是走了一个下跌的趋势 我们 我们再看 我们就看到大级别 大级别 你看大级别是完全没有什么影响的 看到没有 它的动能 它的MCD的能量度是非常 你看 它的动能是非常足的 而且它这个不能带轨是开口向上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 昨天我昨天的一个回到23,000多美金 23,100美金的位置就是进行一个多大一个选择 对不对 那么目前的话 一会它冲破24,000多美金的位置 我们可以有效的进行一波的止盈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非常好判断 非常好判断 还有很多朋友不懂得怎么判断 不懂得怎么判断 可以添加冷眼的助理一个微信 冷眼助理一个微信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一天之内的一个限段 那么一天之内的限 它依然是表现为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动力 强劲的一个动力 它之前出现了一波回撤之后 到一个18,000美金之后 快速进行一个绿色的线将交之后 快速进行一个反潮 那么这一波的话 它能量是非常足的 你看它带有打到顶5000多的一个能量 能量 所以说非常高的一个能量 那么这个也是表现 而且在不能带上轨的一个方向运行 所以说这一波的一个 一个上涨趋势还没有运行结束 这一波有可能会上涨到 以25,000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 25,000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 一定的一个指引动态 不要进行一个空单 一个选择 宁愿它回调之后 再进行进多 再进行进多 说说有很多朋友 都是不懂这个策略是怎么操作 还有很多的新的朋友 或者是老韭菜 他们都懂这个道理 怎么懂这个道理 最近我发现这个优管里面 有很多的一个分析师 说一些免费贷的一个社群 免费贷或者是做一些期权的那些东西 做期权 还要做免费贷的一些策略 免费给策略的东西 这些分析师都是一些骗子 都是一些骗子 大家不要上当 怎么说呢 就是这些分析师怎么骗你们呢 他们怎么骗 利用这个免费的一个 免费的东西给大家 免费的策略给到大家 但是这个东西其中有很多的坑 很多坑 老眼一定要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坑到底是怎么样的坑 让你学本无规的这样的一个坑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坑 那么其实这样子呢 有些分析师对不对 他就会在这个油管上面制作一些视频 然后让你加到他的微信 或者是那个链接 叫你买那个期权 买了期权之后 他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一百万买入期权之后 比如说看涨比特币 看空比特币 看到两万三千美金 如果在一个星期之内 或者是一个 固定的一个时间之内 如果他没有到达两万三千美金 那么你的期权 你的期权一百万就会归零 一百万归零 同时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的一个利润 就会给这个 给你那个推荐 推荐你的人 去推荐你去玩的那个人 八十万就归他所有 所以说很多人推荐 你去玩那个期权的话 都是骗子 都是一些架骗犯 大家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什么期权 这东西那么好玩 都是因为整个比特币的市场里面 他们还没有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非常成熟的一个 而不像美国纳斯达克这种 或者是你美国纽约这种 洛杉矶或者是华尔街 这些成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金融属性的一个产品 目前的话 他的比特币期权是不完整的 不完整的 所以说随时都是有康的 所以说想拉你进那个 进去玩这些期权的都是一些骗子 大家不要玩一些期权 期权是在这个市场里面 就是亏损的非常多的 一亏就把所有的本金都亏完 所以说大家不要玩这个东西 你赚的话只能赚一倍 但是玩合约都不一样 只要你能掌握到精准的一个度 那么在这个合约能够赚钱 也能控制到资资与损的一个准备 但是在这个期权里面 一亏就亏完所有的本金 亏完所有的本金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的判断 不要盲目的听信别人去玩这个期权 或者有一些人推荐你去玩什么挖矿 这种东西 什么网格交易这种东西 都是一些骗子 都是骗子 网格交易其实就是一个典型 一个骗局 所以说大家能够理解这个东西的话 怎么说 他就是要你诱导 你进去玩之后 他能够拿到你所有的一个本金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上大 因为那些小型的一些不正规 一些网格 现在还不成熟 这东西都是那些 包括很多的一个东南亚这边的话 很多人都是运用这个东西来骗人的 所以很多在很多博主 在上面 腰管的这些博主 什么推荐网格交易 期权 就是都是典型的一些骗局 骗局 大家不要轻易的进行一个相信 相信 免费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 不收费 别人怎么会免费带你玩呢 如果他没有利益的话 免费带你是不可能的 明白吗 说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明白吗 免费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 免费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 你有没有听到 有一些很多的一个免费的 在街上很多免费的 要你试用什么东西 然后叫你去升课 然后免费东西 叫你去摸摸摸 然后带你去玩一下 或者是随后 随后就把你的本金 诱导你去卖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会血本不贵 现在有很多的在街上 都有这种骗局 包括网络上 也有很多一个骗局 说说大家你要清醒起来 把自己的眼睛插亮了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不收费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 我跟你讲 不收费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 而且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 没有人来这个市场是不赚 是要不赚钱的 说说一定是合理的分配利益之后 才进行一个操作 操作 否则 如果是免费的东西的话 永远是最贵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冷眼也都是强调的 最近有很多的一个会员之后 有很多的一个 一个币友告诉我 被骗了 就是玩这个期权 还有这个网格交易 还有这个套 就是一个 搬砖套利这种东西 都是一个骗局 彻底的彻头尾 彻底彻尾的一个骗局 大家不要相信这种东西 免费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 好了 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到这里 如果你能够深刻的反思 能够进行一个学习的话 我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个视频 如果能够帮助到你一点 那都是冷眼的一个游幸 好了 节目的最后 大家在下方点击666或者评论 你对整个视频的一个看法 都有可能会 免费的得到冷眼赠送的 一个以太坊 一个以太坊 就相当于价值700美金 那么一个以太坊 就是700美金的一个利润 大家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说说你的看法 好 或者是在下方评论666 或者下方评论666 冷眼会免费的 送取大家一份免费的 一个炒币的口诀 给到大家 让大家在这个合约市场里面 能够赚取更多的一个利润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收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